指挥中心公布170例的校正回归个案 不过连续两天下来 已经累计清查出了570例 先前因为检验通报塞车来不及匡列的个案 同样是以双北市的确诊数最多 不过校正回归这个名词 从昨天到现在引发了热烈讨论 更有人质疑这根本就是漏爆了 不过对此指挥中心 现在也提出了三大对策来改善 包含像是简化登录检测报告的程序 增购新的PCR检测仪器 也要开放民众来用健康存折的APP 查询筛检结果 结果官陈时中更再次重申 这是作业系统的问题 绝对不是通报疏漏 连续两天都有校正回归案例 但这四个字可以说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名词 甚至有人质疑 这些因为检验和行政大塞车的个案 根本是通报疏漏 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并没有所谓的疏漏 原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让我们基层在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塞车的情况 目前新查出的校正回归案例 同样是疫情严峻的双北市最多 21号新北市219例 台北市173例 22号又发现新北市有77例 台北市有88例 目前全国累计下来 已经校正回归了570例 从财检日来看阳性率两天数字做比较可以发现 最高点落在15号 但这天的阳性率23号校正之后 从6.3%下降到5.8% 不过近两天的阳性率微幅上扬了0.6% 但要是天天确诊数都要校正 难免让民众质疑到底哪天的数据才是正确的 检验检查确诊之间 那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差 拜托我们的人民大家一起要来配合 你裁剪完之后在等待的时候 其实要非常注意自己本身的一个保护 跟保护你的家人跟朋友 指挥中心立刻祭出三大改善措施 包含简化登录程序补助各检验处 最多500万增设裁检仪器 更会简化送验程序 每小时更新健康存折APP的数据 开放给民众查询自己的检测结果 尽速改善现在通报塞车问题 才能督住部分民众疑虑 解台北综合报道